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日本制造 副标题是圣田昭夫的日式经营学 圣田昭夫是日本索尼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 被誉为经营之盛 这本书以自传体形式 通过讲述圣田昭夫的创业历程和经营哲学 着重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 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企业 是靠什么在战后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企业的 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 正值索尼公司创立40周年 当时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企业 经过二战后40多年的强劲发展如日中天 在汽车 家电 电子产品等领域全面赶超美国 日本制造成为了高品质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 美国产业界受到日本制造的竞争压力 贸易摩擦加剧 反日情绪高涨 美国媒体不断从舆论上妖魔化日本 以阻挠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看出今天中国面临的局面 和当时的日本非常相似 面对美方的指责 日本的本能反应不是距离力争 大胆辩驳 而是采取鸵鸟政策 沉默一对 盛田赵夫认为 这完全要不得 日本必须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立场 才能争取西方的理解 当时的索尼已经在欧美市场精更细作了多年 盛田赵夫本人通过常年与西方打交道 熟悉西方文化 在欧美产业界和政界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 他认为 自己有能力 也有责任来为日本代言 向西方世界阐释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 所以啊 虽然这本书的原始素材是以日文写成 但盛田赵夫坚持要以英文在美国首先出版 结果这本书立即成为了世界级长销书 对促进西方对日本及日本企业的理解 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 无论是日本制造本身的崛起过程 还是日本产业界对自身的宣传战略 都非常值得借鉴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给你详细说明 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制造是如何崛起的 一 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是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 二 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二 是极为超前的国际化事业 三 作为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日期 索尼是怎样克服日美文化差异的 好了 下面我们就先来说第一点 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是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 在很多索尼粉的心中 索尼就是时尚 前卫 高科技的代名词 巅峰时期的索尼被誉为业界先锋 不仅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于同行 而且每发布一款产品 都会开创一股时尚潮流 可以和乔布斯时期的苹果相媲美 索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可以这么说 索尼拥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意识 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这让索尼从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 来看看索尼的创业经历 你就明白了 索尼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有两位 一位叫景深大 一个天才级的工程师 另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 盛田昭夫 一个天生的营销高手 两人搭档株连毕和 简直是绝配 1946年 二战刚刚结束不久 他们俩就在东京一栋被炸得摇摇欲坠的破楼里 成立了索尼公司 说起来啊 这中间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盛田昭夫出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富商之家 是家里的长子 家族的酿酒企业世代相传 到盛田昭夫这里已经是第15代 所以盛田昭夫一出生 就是被作为家族的第15代掌门人来培养的 他从10岁起就开始旁听家族企业的高层会议 从上中学起就开始学习如何管理企业 这些早年的经历给了盛田昭夫非常宝贵的管理经验 不过对酿酒业本身 盛田昭夫却始终提不起兴趣 他真正热爱的是捣鼓各种无线电设备和电器装置 特别是录音装置 他把几乎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上面 搞得自己差点没考上高中 考大学时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物理系 而不是父母所期望的商学或者农学 所以不难理解 当盛田昭夫遇到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景深大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不回家继承家族企业 而是和景深大合伙创业 当时的日本奉行的是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家业 不仅是一项权力 更是一项义务 一旦长子想另起炉灶自立门户 那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 如果父母不同意 就万万不行 为此盛田昭夫与景深大两人 千里迢迢赶回盛田的老家 心情忐忑的说明了来意 没想到盛田昭夫的父亲 只微微一笑 说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不仅如此 还出资成为了他们新公司的大股东 这才有了索尼的诞生 我们知道 索尼是靠磁带录音机起家的 磁带录音机最早由德国人发明 美国人也掌握了生产技术 但在日本还没有同类产品 也没办法引进技术 据说景深大第一次见到磁带录音机 就立刻被迷住了 认定这就是索尼应该生产的产品 由于盛田昭夫和景深大两个人 本来就是录音设备迷 在那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技术储备 所以对于磁带录音机的机械部分 和电路系统开发起来比较容易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最大的技术难关竟然是生产磁带 买了磁带录音机的人 必然会持续的购买磁带 如果索尼自己不能生产磁带 等于把一笔最大的生意白白送人 这显然不靠谱 为了尽快攻克录音磁带的技术难关 景深大和盛田昭夫这两位创始人 撸起袖子亲自上阵 进行技术攻坚 没有制作磁带带机的材料 他们就手工裁剪牛皮纸来替代 实验室没有专门的电热炉 他们就拿炒菜用的平底锅和木制饭勺 来加热磁粉 将磁粉喷涂到带机上 效果不好 他们就反复实验 最后发现用柔软的毛笔沾上磁粉 然后手工涂抹到带机上的效果最好 就这样 他们硬是靠着最原始的手工制作方式 生产出了第一批可用的录音磁带 当然 后来有了新型的塑料材料 他们又立即投入研发 生产出了更好的录音磁带 靠着磁带录音机的大麦 索尼终于掘到了第一桶金 而且一举奠定了自己 在录音机领域的霸主地位 后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 从太空向地球播放音乐 用的就是索尼的磁带录音机 此后索尼不断推出更时尚 更轻巧的机型 直到又迎来一款画时代的产品 Walkman随身听 Walkman随身听 可以说是MP3播放器的前身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是风靡全球的最时尚的电子产品 风头绝不亚于现在的iPhone 这款产品的创意过程也很有意思 景深大本人很喜欢听音乐 他一天到晚拎着一个手提示录音机 和一副笨重的耳机走来走去 有一天他正好走到盛田招夫的办公室 忍不住抱怨了两句 这套行头太重了 我实在吃不消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盛田招夫转念一想 干脆把外放喇叭和录音功能全部去掉 设计一款只用耳机来播放音乐的口袋式录音机 当时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听音乐 大街上经常有人扛着一个大录音机 播放着响声震天的音乐招摇过时 盛田招夫确信 这样一款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听音乐的录音机 一定会大受欢迎 并且为了让年轻人买得起这款产品的定价不能超过三万日元 盛田招夫说干就干 立即下令进行研发 谁知公司上上下下都不看好这个创意 销售人员认为这个产品没有销录 没有录音功能的录音机会有人买吗 财务人员认为产品的定价过低 肯定会赔本 在各种反对声中 盛田招夫顶住压力 向公司员工明确表态 无论成败 这个项目的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 当然 沃克曼在推出后 立即成为索尼最具代表性的现象级产品 这是盛田招夫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 另外 沃克曼这个名字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这个名字从英文语法上来说是错的 动词walk不能用来修饰名词man 所以一开始索尼的英国分公司 和美国分公司都拒绝使用这个名字 而改了别的名字在当地销售 但市场调查却发现 在不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 沃克曼这个名字极具人气 人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盛田招夫决定 这款随身厅在全世界都统一命名成 沃克曼 英美也不得例外 结果非常戏剧型的是 这个语法错误的名字 竟然也成了英美消费者的最爱 在沃克曼之后 索尼公司不断推出极为超前的创新性产品 比如watchman 随身平面小电视 discman cd随身听 家用录像机等等 除此之外 索尼还研发了新型电视机显像管 发明了3.5英寸电脑软盘 创立了8毫米录像带标准格式 率先推出了数码相机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后半夜 索尼就是创新的代名词 索尼公司的产品一直引领着业界潮流 成为竞相效仿的对象 甚至有一次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 松下幸之助 在和盛田招夫聊天时说 我们公司设立了一家研究所 名字就叫索尼 一旦发现你们推出的新产品销路不错 我们立即跟进 圣田招夫听完后简直哭笑不得 要知道 松下幸之助一直是圣田招夫的偶像 能成为自己偶像的抄袭对象 不知是什么感受 好了 以上就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 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是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 这种创新基因来自于景深大和圣田招夫 这两位极具创造力的创始人 圣田招夫对电子设备和录音器材极为着迷 放着家族企业不继承 非要自己创业 索尼就是靠磁带录音机赚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又不断推出 Walkman随身厅等划时代的产品 成为当之无愧的业界领头羊 不过 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性 只是索尼成功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 索尼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要素 就是极为超前的国际化事业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最能体现索尼的国际化事业的 就是索尼这个英文名字本身 在索尼初创始的20世纪中叶 日本几乎没有用英文命名的公司 实际上 索尼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名字 它最早叫做东京通信工业诸事会社 这个名字对外国人来说实在太拗口 圣田招夫认为 既然以后要到海外 特别是欧美市场发展 就必须取一个他们容易记 容易读的名字 景深大和圣田招夫两人绞尽脑汁 查阅各种词典 最后有两个单词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一个是拉丁语单词 SONUS S-O-N-U-S 是声音的意思 而索尼的产品正好都和声音有关 另一个单词是Sony S-O-N-N-Y 是可爱的意思 圣田招夫把两个单词合在了一起 就诞生了Sony S-O-N-Y 这个词好记上口 还显得年轻俏皮 很符合索尼的产品形象定位 于是公司名称正式变更成了 Sony诸实会社 这次改名在公司内外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有人批评这个名字太轻浮 还有人误以为 这家公司被一家叫Sony的美国公司收购了 圣田招夫在书中承认 索尼一开始是有意利用了这种误解 在他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早期 日本货给人的印象 是品质低劣的廉价商品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负面联想 他们在销往海外的每个产品上 都打上了Sony的显著商标 同时把Made in Japan的字样印得很小很小 以至于有时候美国海关责令他们 召回重印 很是尴尬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际 圣田招夫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海外市场打响Sony的品牌 很快考验他这个决心的时刻就到来了 1955年 索尼成功研发了首批晶体管收音机 比起传统收音机 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非常小巧便携 可以装进衬衣口袋 性能也不输传统收音机 索尼对这款产品的期望很高 想借此一举打开美国市场 于是圣田招夫亲自带上这款收音机 对纽约的零售商店进行了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推销 可一开始美国人对这款收音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对圣田招夫说我们的房子这么大 房间多的是根本用不着这么小的收音机 圣田招夫却微微一笑回应说 正因为你们的房子大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房间 才更需要这样的收音机 有了他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 听自己喜欢的节目 还不用担心打扰到别人 想不到美国人还真被说服了 陆续有了一些小额订单 这时候有一家叫保路华的美国公司 也看中了这款收音机 他们对圣田招夫说 我们决定订购10万台 对当时的索尼来说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大订单 圣田招夫激动的差点晕过去 但是等他坐下来与对方细谈时才发现 这个大订单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这批收音机上必须打上保路华的商标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贴牌生产的订单 圣田招夫一下子僵在那里 好像被泼了一瓢冷水 前面说了 圣田招夫一心要在海外市场打响 Sony的品牌 但成为代工厂做贴牌生产 显然与这样的初衷相违背 一边是索尼急需的大订单 一边是建立全球知名品牌的理想 该如何取舍呢 圣田招夫权衡再三 最终拒绝了这笔订单 消息传回索尼总部 有人为失去这么大一笔订单而惋惜 圣田招夫却说 这是他做过的所有决断中最明智的一个 他从此更坚定了在全球建立自主品牌的决心 圣田招夫凭着自己卓越的营销技能 一点一点的在美国打开了市场 一开始是由美国的代理商进行销售 后来他认识到 要将索尼的技术理念和产品价值 有效的传达给消费者 就不能单纯依赖代理商 而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销售网络 这条路虽然艰难 却非走不可 于是 在圣田招夫的竭力推动下 1960年 索尼美国公司正式成立 一开始只负责销售 后来时机成熟 就进一步在美国投资建厂 紧接着 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 索尼完成了另一个壮举 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公司 这是索尼在国际化之路上 迈出的最重要一步 到1962年10月 索尼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 精品展示店正式开业 这一系列动作 让索尼在国际市场一举打响 成为家喻户晓的高端电子品牌 为了更好的运营索尼美国公司 圣田招夫先是频繁的在太平洋上飞来飞去 后来干脆举家搬到了美国 在美国大获成功之后 接下来索尼把在美国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欧洲各国 他们在英法德等国都设立了子公司 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 并且在当地投资建厂 其中最成功的案例是在英国建厂的过程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 圣田招夫被引荐给了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问道 索尼是否打算在英国建厂呢 圣田招夫如实回答 目前还没有计划 王子笑道 如果将来有这个计划 考虑一下我的领地 威尔士吧 四年之后 在没有事先告知查尔斯王子的情况下 索尼果然在威尔士投资建厂 并且在工厂落成时 邀请王子利林开业仪式 查尔斯王子又惊又喜 欣然参加了开业仪式 后来 由于索尼英国工厂的业绩非常好 为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 索尼被授予英国女王奖 圣田招夫 还受到了女王的亲自接见 几年之后 索尼英国工厂扩建 这次过来参加落成仪式的 竟然是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 戴安娜王妃 在参观新工厂时 戴安娜王妃头戴一顶 印着巨大的 索尼字样的防护帽 被摄影师团团围住拍照 为索尼带来了花多少钱 都买不到的轰动性的广告效应 英国王室的大力支持 帮助索尼快速打开了欧洲市场 乃至全球市场 截至这本书成稿时的1986年 索尼的子公司遍布全球 并且在欧洲拥有七家工厂 在美国拥有五家工厂 在拉丁美洲拥有五家工厂 索尼成为了一家真正的 全球化公司 好了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二 是极为超前的国际化事业 索尼在创立之初就决心 成为全球性品牌 为此他们将公司名字 改为了全英文字母组合 并坚决拒绝了贴牌生产的大订单 索尼先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 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投资建厂 并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公司 接着 索尼又把在美国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欧洲各国 及全球其他地区 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整个国际化过程中最重要 也最艰难的一步 就是打入美国市场 而其中最大的阻碍之一 就是显著的日美文化差异 那么索尼是怎样克服这个差异的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三个重点 前面说到 索尼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企业 在筹备上市的过程中 盛田招夫就发现 日美文化对契约精神 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比如 日本企业签订的合同中 一般都有这样的一项条款 如果加以双方对合同条款产生疑问 或有理解上的差异 双方应本着诚意进行协商 有的日企甚至和客户之间没有合同 却保持了长期友好的生意往来 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无法理解 他们也无法想象 一旦双方意见不合 怎么可能通过真诚相对 促息长谈来解决问题呢 再比如 日企的传统融资方式 是向银行进行短期贷款 然后不断延期 因为短期贷款的利率较低 索尼当时也主要采用这种融资方式 但在美国人看来 万一哪天银行不给你延期了 你不是马上就玩完了吗 于是要求索尼必须拿到银行 白纸黑字的书面承诺 保证提供贷款延期 而圣田招夫费尽口舌才终于让美国人相信 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是长期相互信赖 相互支持的关系 即使没有书面保证 银行也绝不会贸然中断贷款 在圣田招夫看来 日本的企业与员工之间 也存在这种长期相互信赖 相互支持的关系 这就形成了日企独有的终身雇佣制 你肯定听说过这种极具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 它是日企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也许你不了解的是 终身雇佣制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是二战后才逐渐形成的 更离奇的是 这种制度也并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发明 而是战后驻日美军 对日本进行社会改革的直接结果 当时驻日美军为了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参与 推动民主化进程 对日本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其中一项就是颁布新劳动法 保障劳工利益 这一点 使得日本企业解雇员工的成本非常高 让当时的日本企业界怨声载道 可是没想到 这部法令反过来催生了日企的终身雇佣制 让企业与员工 形成了长期相互信赖 同舟共济的关系 这是典型的赛翁师马 言之非福啊 企业与员工之间 是否相互忠诚 也是日企与美企之间最显著的差异 美国企业的员工流动频繁 即使是高层管理人员也不例外 盛天赵夫认为 这会造成企业的短视现象 日企高管愿意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而牺牲眼前利益 而美国高管们为了让当下的业绩好看 会想尽办法把报表做的漂漂亮亮 却不愿意对企业进行长远投资 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当下的利益 来为将来接替我的人做贡献呢 这种想法最终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 早期的索尼美国公司 就是这种收益至上主义的典型 当时索尼研发了一款功能强大的 新型家用录像机 圣田招夫对这款产品寄予厚望 希望在美国通过大规模的广告投放 来引爆市场 可当时索尼美国公司的负责人 哈维沙恩却认为 新产品的前途还不明朗 如果前期就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造势 万一销量达不到预期 这钱就打了水漂 会大大削减当年的利润 为此圣田招夫一再劝他 要把目光放长远 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哈维沙恩却固执起见 不肯加大广告投入 两人争执不下 最后圣田招夫不得不放话 如果不执行命令 就马上炒鱿鱼 这样才顺利实施了宣传计划 从这件事中 圣田招夫也发现 美国人与日本人 表达意见的方式非常不同 日本人认为 直接的意见冲突会有伤和气 而在美国人看来 越是好朋友 就越要阐明想法变个分明 而坚口不言 回避争论 则是不诚恳的表现 有一件小事 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前财长布鲁门塔尔 是圣田招夫的老朋友 有一次他到日本参加 日美经济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 圣田招夫热情地招待了他 可第二天 布鲁门塔尔在会上 严厉指责日本政府 操纵日元汇率 圣田招夫认为 他的言论完全是主观一段 毫无根据 于是拍案而起 当场反驳了布鲁门塔尔 让在场的所有日本人 目瞪口呆 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当天晚上进行 记者招待会时 布鲁门塔尔毫不介意 会场上的针锋相对 不但欣然同意 与圣田招夫一同接受采访 两人还相互开起了玩笑 所以圣田招夫说 日本人想要和美国人 顺利打交道 就必须克服谨小胜微 瞻前顾后 回避冲突的习惯 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 才有可能争取到对方的理解 这是他和美国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中 得出的重要经验 好了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个重点 作为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日期 索尼是怎样克服日美文化差异的 日美文化有许多显著差异 比如对契约精神的不同理解 企业与员工相互忠诚度的不同 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等等 索尼的成功经验表明 对这些价值观和立场的差异 日本人不应该为手为脚回避冲突 而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才能够最大程度争取到美国人的理解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给你讲到这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为你分享的内容 第一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是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 这种创新基因来自于景深大和盛田招夫 这两位极具创造力的创始人 盛田招夫对电子设备和录音器材极为着迷 放着家族企业不继承 非要自己创业 索尼就是靠磁弹录音机赚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又不断推出Walkman随身听等化时代的产品 成为当之无愧的业界领头养 第二索尼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二 是极为超前的国际化事业 索尼在创立之初就决心成为全球性品牌 为此他们将公司名字改为了全英文字母组合 并坚决拒绝了贴牌生产的大订单 索尼先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投资建厂 并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公司 接着索尼又把在美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欧洲各国及全球其他地区 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第三 作为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日期 索尼是怎样克服日美文化差异的 日美文化有许多显著差异 比如对契约精神的不同理解 企业与员工相互忠诚度的不同 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等等 索尼的成功经验表明 价值观和立场的差异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日本人不能畏手畏脚回避冲突 而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才能够最大程度争取到美国人的理解 最后不得不指出 索尼作为日期的骄傲 在进入21世纪后陷入危机 连年巨亏 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大企业病 而这个征兆早在盛田招夫写作本书时 就已经察觉 对此盛田招夫并没有避讳 他在书中说 索尼过于复杂的组织结构 让部门之间围墙高处 重复研发各自为证的现象非常突出 正是盛田招夫的坦诚 让我们读到一段真实的索尼发展史 这对我们无论是学习索尼成功的经验 还是吸取他的教训 都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